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从利益的意的角度入手来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利益的意的本意一般认为是水漫易 大家之所以这么认为因为小传当中这个意子它是这样写的 大家看是这样 下面这个器皿 上面水溢出来的样子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溢的本意就是水漫易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了很多的出土材料 这个出土资料使得这样一个常识发生动摇 我们看下面这一组是西周初期的经文 那么是周成王时期的 是比较早的 有这么一组经文的材料 这四个材料 它的王都是周成王 其中的这个德是周成王时期的一个臣子 这四个 这四个青铜器都是德座的 都是德座的 应该说它是可以说是同一时期的东西 而这个表述的这个句式也都是差不多的 前面的这个字呢 肯定是赏赐的意思 说这个王呢 给德赏赐了贝 面盆 二十盆的贝 然后德呢 就用它来做了这个青铜器 保宗仪啊 就是指的是他祝的这个青铜器 这个做就是制作的意思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下面这个说 王 淑德 淑德也就是德 也是同一个人 王呢 给这个淑德呢 赏赐了这个几个仆人 还有背诗盆 阳白 然后他就做了这个保宗仪 这都是啊 周王赏赐他一些东西以后 他为了表示感谢就筑个顶 把这个事情记载在的上面 但是同时也是一种炫耀 因为作为周天子能够赏赐他 他肯定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下面的这个意思也应该是这样的 一样 就这样一个语言环境 这几个词的意思 就这几个古文字的经文当中的意思 都是赏赐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吃 那么前三个大家认为是一个字 字形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是一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啊 这个字呢 就是疑字 就是这个字 知道吧 他们认为这是疑 这样一个观点 我认为不能成立 为什么 因为疑这样一个青铜器 它出现在西周中期 看见没有 西周中期 也就是说西周初期的时候 还没有这样一个器具出现 那么既然没有这个器具 也就不存在根据它去造字的问题 或者是反映它的这样一个词的存在 我们疑呢 大家可能熟悉 就是冲秋时期比较多 它其实是古人啊 用来洗手洗脸的时候的一个用具 一个人呢 拿着仪浇水 另外一个人呢 下面一个盘盛着 我们看到左传当中啊 有凤仪卧冠这样的说法 那个仪就是指的是这种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它在西周初期还没有 我们到现在没有发现 有这样的器皿出土 所以你说那个字是疑字呢 它就跟这个器物的出现年代 对不上号 对不上号 所以这是第一个行不通 第二个 疑本身啊 也没有赏赐的意思 那么在那个语境下 它肯定是赏赐的意思 这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但是你把它说成是疑呢 这个赏赐的这个意思也出不来 出不来 所以不是疑 那么它应该是什么字呢 大多数学者认为 这三个至少是 大家大多数认为 就是这个利益的益 就是利益的益 而这个第四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容易的益 容易的益 第四个毫无疑问是容易的益 因此就出现一个问题 学者们认为 写成这个益 是这个益的假戒字 这个益的假戒字 而容易的益啊 在古代是经常用作赏赐的意思 这个是很常见的 我们加了什么赏赐的这个字啊 最早是写成益 后来呢 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金属旁 这个锡 也有时候 再后来呢 就改成了这个被子旁 这个字形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益呢 是他们认为是赏赐的本字 而利益的这个益呢 是假戒字 郭默若呢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 最下面的这种写法 它就是上面这种写法的简化形式 上面这种写法的简化形式 怎么简化呢 就是把这一部分拿出来 下面的不要了 就变成了下面这个字 这是郭默若的观点 郭默若的这个观点 目前呢 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大多数人的认可 他不胜可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李孝丁他说 过世为这个义啊 是这个义的简体 以所举义字之行 及因言之 其说或是 根据字行和读音上来讲 他的说法也许是对的 但是意义二字之意 又相去悬远 了不相设 也就是说 一个是利益 一个是赏赐 这两者之间意义上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不应该是同一个字 这是这个李孝丁啊 他总结的结果 李孝丁的这个说法 看来是也是有问题的 其实意在古汉音当中 经常用作赏赐的意思 你看这周语上说 或意志时彭之归 这个说法跟那个经文上非常接近啊 非常接近 意志 复刻为 这个意志就是赏赐的意思 莫子的这个扣去事宜 就是说这个敬范的强盗走了 事情结束了 进行祭祷 首以令 意中豪杰力斗诸有功者 这个郡守啊 以这个政令的方式 赏赐意中的豪杰 这个权力参加战斗的 以及有功的人 所以这个意也是赏赐的意思 所以宋仪让说 意油盐加赏也 油盐加赏也 再看上军书的这个例子 能得甲守依着赏绝一吉 亦田亦清亦宅九亩 这个亦也是赏赐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亦啊 当赏赐讲 在古文当中啊 有很多的例证 那么这个例证啊 虽然有 但是有些人还是认为 它是那个赏赐的赐的 那个意的甲介字 他们是这么看的 那么这样一种看法 恐怕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这个字是义字 它的门头呢 我们可以追溯到甲骨文 就是经文当中的义啊 它的源头在甲骨文 甲骨文当中有这样一个字 有这样的一个写法 这个旁边这个 就相当于是一个 跟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个 是完全一样的 是吧 完全一样的 它像什么呢 把这个器皿当中的东西啊 倒到这个当中 这个是倾斜过来倒 这个呢 是把那个 拿器皿的手也画上了 那么这个器皿呢 应该是有把子的 有把子抓着的 那么这种写法 只不过是把当中的这个 溶液 液体呢 给省略掉了 所以这 这几个字呢 应该是一个字 那么这个字呢 甲骨文当中的这个字啊 学者们也有三种释法 有人认为是这个字 有人认为是这个字 还有人认为是这个字 那么根据我刚才的观点 这个字 移子的这个观点 已经是站不住了 对吧 因为在那个年代 根本就没有这个器具 那么 讲成这个意 和讲成这个意啊 其实 主要是根据文艺的 词意 根据文艺 因为根据文艺呢 这个是有这个赏赐的意思 所以它讲成这个意 那么根据这个跟经文的这个字形的联系来看 它应该是这个意 那么这个器名 它究竟像的是什么呢 就说 旁边的这个 应该是什么东西 我认为 它应该是这个东西 和 古代的和 和呢 是什么 一种 调酒器 以及温酒器 温酒器 你看它这个地方有把子 把子呢 古代叫潘 这个 还有 这个有嘴 这嘴呢 古代叫流 有潘有流 这个就是和 就是和 这是上代早期的 上代早期的 再来看 这是上代晚期的 有的是下面是三只脚 这个是呢 这个带 带状族 那么根据这个来看呢 上代是有和 有和 那个器物的形状呢 就跟这个是很像的 然后你回头看看这个字形 它像不像 它就很像 这个 这个 这个点个把子 这是有足 这个是 往这倒 所以 这个字 它就是 把一个 盒里的 酒 倒在酒杯里的一个表示 而这个 经文当中 我们还看到 这个盒是这么写的 大家看 这是 纪箔盒 上面这个盒子 这么写 这么写 然后 这个圆盒的盒 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形生字了 知道不 这是盒 它把这个读音呢 就放在里边了 这个呢 是只不过是把这个盒子呢 放在外边 旁边了 旁边了 所以 那么这是 这个 经文当中的盒子 经文当中的盒子 那么这个盒子呢 就跟这个是 一样的 是吧 就跟这个器物的造型是一样的 回头 我们再落实到这儿 就是 甲骨盒当中的这个字形 它就是盒 我认为是盒 就是把盒里的这个酒 倒在酒杯里边 对不对 那 这个字是 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这个字的一半 也就是说 这个字呢 它就是这个字的省略的写法 我们来看 盒在后事有添加的意思 添加的意思 周一上说 天道亏盈 而益迁 益就是 增加 添加 再看国语 说 西事有事重也 而益之以三愿 其谁能忍之 你都要说 益有加也 加也 换句话说 益既然有加的意思 我们回头再来看 甲骨盆当中的那个字形 它跟哪个意思相符合 应该是跟添加相符合 是不是 它就是把这个里边的酒 添加到另外一个酒杯里边 所以 Z的本意 不是水满意 而是添加 而是添加 那么添加这个意思 甲骨盆当中的那个字形 它是根据添加的这个意义 来创造的 那么由添加再引申为赏赐 赏赐就是给你加上一个东西 给你增添一个东西 所以它就引申出了赏赐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的增加的这个意思 引申为只增欲 增送的这个意思 道理是一样的 增加就会富饶 我给你增加了 你的东西就多了 多了以后就是饶 所以说文上说 Z饶也 说文的这个解释 应该是Z的一个后来的引申意 后来的引申意 如果增加的物体是水液的话 那就会存在这个涨意的问题 满意的问题 所以又引申了涨意这个意思 所以掌意的意思 应该是引申意 不是意这个字 它最早的本意 所以古文字的这个资料 不支持Z的本意 是慢意的这样一个常识 慢意应该是意的后期意 我们来看这个Z的这个演变图 加古文大伦这么写 这个写法比较复杂 所以就开始省略 可以省略成这种形式 也可以省略成这种形式 这两种形式都是意 因为它是这个的简化的写法 那这个写法再进一步简化 就变成了这个意 而这个意呢 就是经文当中常见的写法 它就是这个 跟这个是对应的 这样看来 利益的这个意和容易的这个意 最初它是一对意体字 是意体关系 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区别 它只不过是自行的一种简化形式而已 所以这个意和这个意 它是有意义上有关联的 只不过这个意呢 我们容易的意 我们经文当中经常多用作赏赐的意思 多用作赏赐的意思 这是这个意的这个演变过程 都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西周初期的经文 和鬼上有这样的话 为八月公移营年 这个公 这个字就是意 意和背是盆 这个字它中间呢 把那个水液也都省略掉了 把子也没了 但是这个和这个流啊 是比较明显 是吧 它强调了这个流的长度 那么这个字呢 应该是这个字的 这个意字的进一步的省略 所以这个也是赏赐的意思 说这年八月呢 公呢 给和这个人呢 赏赐了背识盘 所以它是这么写 所以这个字呢 也应该立定为立意的那个意 那么意呢 它有富饶的意思 双文上已经说了 意饶饮 我们看这个例子 官不一业 其由 见孝涕 崇景 为令 如此者 其家 比日益 生 比日容易 高语说 既 富也 其家 比日富 管子上说 事欲 充益 目不见色 耳不闻生 充益 益也是 富满的意思 那么回头我们再来看 这个龙语上的这句话 与其意也宁弃 什么意思 说这个丧礼啊 与其搞得很繁复 还不如悲哀 不如更多的有悲哀 这样一来呢 这个意子呢 我们算是讲通了 因为我说了 这个意 就是 立意的意的 那个 简化形式 它最早 是一对 一体字 很多情况下 都是可以通用的 由于我们 后来 这两个字 使用上 有了分化 我们 往往 用假戒 去疏通它 现在看来 我们 正本清源 没有必要说 它是假戒字 所以这个意 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直接 按照富饶的 这个意思去理解 那么丧礼 你搞得那么繁复 还更多的 宁可悲哀的表情 更多一些 是这样 这就文从字送朗 这就是我们利用古文字来解读龙语的一个例证 所以 这个出土文献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从而也可以看出 这郭默若 他这个见解是 非常的独到 他能够一眼看穿 这个意 它就是这个意的 这种简化形式 这个当然也不同的人 也有不同的解释 说这个字形 这个字形是很不好讲的 因为他从来源来讲 这三批跟这个什么关系 这个东西究竟什么 不好讲 我觉得郭默若的简化说 可能是最恰当的 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 那么这种情况下 杨博竟把它翻译成周到 就有了依据了 是吧 实际上我们给他提供了这种依据 他这个周到的翻译 实际上是根据上下文 以及其他文献的记载 他猜测应该是这个意思 但他拿不出有利的证据来 我们给他补足了这个证据 是这句话理解起来 没有任何的疑问了 没有任何的疑问了 所以这个难点 这个义 它跟那个利义的义 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算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以后大家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好 下面我们再看这一则 子曰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德当然是品德了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君子奠记的是德 想的是德 小人奠记的是土地 小人就是下层老百姓 他有了土地 他当然他才能够安身立命 所以说小人怀土 所以说小人怀土 下面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那么君子呢 想的是啊 这个法度 法制 规章制度 这些 那么小人呢 心里面想的是恩惠 所以给了我好处 就是各自呢 想的不一样 这里边的这个君子和小人啊 应该是指的是当官的 和夏特老百姓的意思 再看下一则啊 紫悦 古这言之不出 持公之不代言 这个言之不出 这个之 通行的说法 是加在主位之间 取消句子独立性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确实 你光说言之不出 这个话 给人的感觉还没完 下面应该还有话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不是说古人呢 从来不说话 还是说 说话很慎重 不轻易的随便乱说 为什么 说出口的东西啊 怕他自己做不到 公之不代 就是本身 赶不上 做不到 那么这也说明了 孔子啊 他谨言盛行的 这样一个一贯的作法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讲 一个要掌握 知的这种诱法 另外还要知道 代这个词 他有追上赶上的意思 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呢 也告诉我们 不要随便 这个承诺什么事 随便答应什么事 古代不是有句话吗 叫轻诺必寡性 你随便说 这事你交给我吧 没问题 这之类的话 恐怕 要慎重 要不然你自己 有可能做不到 好 再看这个 自尤语言 世君说 则如意 朋友说 思疏意 世就是 侍奉国君 也就是给国君做事 跟国君打交道 这样的平凡了以后 就有可能 遭致耻辱 因为你多了 我们说这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为什么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你干的越多 当然你有可能失误就越多 是吧 你给国君干 国君经常让你干这干那 你总有闪失的时候 但是什么都不干的人 反而得好处 所以说 世君说 思如意 朋友说 思疏意 这个朋友说 他也是针对那个 是什么 就是跟朋友打交道 平凡了 也就会将来 慢慢的就会造成 关系的疏远 因为你 多了你就会造成毛洞嘛 造成毛洞了 关系不就疏远了吗 所以 这也是孔子 自由啊 他从孔子那儿 来发挥来的一个思想 这也是告诉我们 在为人处事上 应该怎么做 所以龙语啊 他主要是在思想品德 修养方面 这个给我们提供了 好多的 这个建议和经验 再看这条 子为龙野长 龙野长呢 是他的一个弟子 他对这个龙野长 评价说 可欺也 这欺啊 在这个地方 是当动词 过去啊 凡是这个 一个名词 当动词用的时候啊 经常把它读作去生 变读作去生 但今天呢 我们就没必要这么读了 因为在我们的 现代汉语当中啊 这样一种读法 已经被淘汰了 我们没必要再去 恢复到过去的 这种读法啊 只是个别的 现代汉语当中保留的 我们借着可以读 如果现代汉语当中 没有的 没必要再去恢复 过去的读法啊 这个妻呢 就是相当于是 嫁给他做妻子的意思啊 这是一种很精炼的说法 一个妻子就包含了 嫁这样一个动作 又包含了他对象啊 这样 随在累谢之中 非其罪也 说这个龚野长啊 虽然曾经啊 在坚毅中待过 但是那不是他的过错 那么龚野长究竟 是怎么回事 具体的 带监狱的这些事啊 我们也不太清楚啊 可能有过这种事啊 以妻子 妻子 把他的孩子 嫁给了他 那么这个子呢 就是泛之孩子啊 那么孩子 有女儿啊 也有男儿 那根据文艺啊 我们知道他这个地方应该是女儿的意思 就是一个词啊 他在具体的语境当中啊 他是有变化的 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个说 子在古代有女儿的意思 那么这个语境当中他觉得这样 但这是这个语境意 它不是这个词本身的意思 它实际的意思呢 还是这个子女的意思 子女的意思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知道子呢 在古代还有一个特质的含义 就是儿子 但你不能说儿子这个意思也不存在 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子女 这也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当儿子讲的这样一种用法 他的这个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 当一个一种语境意 在高频出现的时候 他这个意思在人的大脑当中 就已经固定下来了 所以他就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意味 可以独立的一项意义存在 所以我们说女儿的意思 出现的频率很低 不能成立 但是儿子的意思出现频率很高 所以可以独立 可以独立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握 一个是与敬意和他的固有意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应该考虑的 好 再来看这条 这个孔子说 道不行 道就是他的主张 他的观点 行不通 我的学说 行不通的话 承福 福与海 我承着这个福 福是把竹 竹字或者是木头 变成的那种竹筏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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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恐怕就是种油吧 种油就是子禄 子禄文哲喜 听到老师这么评价他 这么信任他 所以他听了以后很高兴 但是孔子马上就说了 紫月油也好勇过我 他这人太勇敢了 这个都比我都超过了 无所取材 这下就把它给扁了一通 说这个是不可取的 这个无所取材 就是没地方取材料 你这身上这种是不可取的 当然这个材子 也有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把它认为是 那个宰的假戒字 就是无所取材 没有什么可取的 当然这个讲法 我觉得我们原文照着材料的材能 讲通的时候 没必要再说是个假戒字 假戒字 所以还是照着材料的材来讲 就可以了 这当然是孔子的一种假设 乘服服于海 并不是孔子真的 乘在一个法子到大海上去飘去了 再看这句话 紫华 石与齐 紫华也是个孔子的弟子 他的士叫公兮 名叫赤 字是紫华 他是出使齐国 代表鲁国出使齐国 冉子为其母请素 这个冉子就是替子华 给子华的母亲要素 素大概是小米 孔子说 那就给他辅吧 义辅吧 辅也是个容量单位 六斗四升 这个冉子认为有点少 就可以孔子说 希望再增加一点吧 请义 请求再增加 孔子说 欲之余 就再给他义余吧 增加上义余吧 冉子与之素五柄 这个冉子就一下给了个五柄这么多的素 五柄 一柄是十六活 那五柄就是八十活 这个远远超过了孔子说 应该给的这个数量 孔子就说 赤之士奇也 就是龚熙华 你看这个龚熙华说 赤他的名字叫赤 就是说 这个长辈对晚辈 称呼的时候 称呼名 这是名和字 使用上的一个区别 说赤 他去骑国的时候 乘着肥马 这个乘就是驾驶着坐着的意思 不是骑着 因为过去 在中秋那时候 没有骑马的这种习惯 一清球 穿着清暖的球衣 那大概这个初始的时间可能是在冬天了 要不然穿着球衣干什么 吴文之夜 君子 周疾不疾富 这个周啊 是救济的意思 疾呢 指的是有疾难的人 就是说 君子呢 是要救济有疾难的人 但不去接济富有的人 就是龚熙华 他本来已经很富有了 你还给他这么多 这意思是 孔子说 你这个做的不对 就是该救济的没救济 不救济的人 你却要救济他 这是孔子呢 对这个燃有的做法 提出了批评 孔子的意思也是说 我们没有必要锦上添花 而应该血中送炭 这就是孔子 他的人的这个一个方面 思想的一个方面 好 咱们稍时休息